謝謝主席,我是不是先請陳大使 請陳大使 請問您住甘比亞多久? 將近兩年 剛剛您回答林玉芳委員的答詢的時候 至少在您再任的這兩年時間裡面 台灣跟甘比亞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判斷台灣跟甘比亞的斷交 應該是歸咎於那一千萬的金元,不成功 所以導致今天會有這個下場,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你覺得這主要的因素讓你有這樣的判斷是什麼? 你剛剛講說過去這兩年來 台灣跟甘比亞的關係非常的好 你們之間的互動非常的密切 但是我比較不懂的是 甘比亞跟台灣提出金元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提出這一千萬 今年一月份至少到現在到十一月中為止 您剛剛還告訴我們說 台灣跟甘比亞的關係非常的好 甚至甘比亞在今年九月份的時候 還親自在聯合國的大會上面支持台灣 是 那到底是什麼因素? 你一月份拒絕他的金元 可是他這個過程裡面都跟台灣很好 還幫台灣講話 十月二十九號還寫了一封親筆寫給馬英九 那你現在告訴我們是因為你一月份拒絕他金元 這個似乎有矛盾跟說不通的邏輯的部分啊 這個就是我們也是很不容易了解的地方 因為整個過程他除了那一次之外 之後其實雙方互動一切都很正常 他沒有說因為這樣子 好但是 如果你不了解 你覺得很詭異很懷疑 你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歸咎在是你一月份斷絕他金元 所以導致他在十一月十四號發了這樣的一個信函 如果你一月份斷絕了他的金元 這個過程當中這十個月十一個月裡面 該比他跟台灣的互動越來越少 互動越來越冷漠的話 那斷絕金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不是啊 這個過程裡面你告訴大家說你們的互動良好 這個 這個 那為什麼賈美總統會說他感覺不到台灣需要甘比亞 這就是你們在外交上面的一個困境 就是你們在處理外交工作上的一個危機嘛 除非你有事情 事實的真相沒有來跟國人做報告 要不然就是你有苦難言 沒有我沒有有苦難言 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他之後他自己也說 這說不通吧 你告訴我這個邏輯怎麼會通呢 一月份你斷絕他的金元 這個過程裡面他跟你非常要好 跟台灣保持良好的互動 九月份還在聯合國的大會支持我們加入聯合國 他發言之後你有沒有去謝謝他 有我馬上就有這個 有嘛 那他也應該有感受到台灣對他的感謝嘛 是 10月29號他還發了一個親筆函給馬英九 不只如此而且他跟馬總統 那為什麼他會突然在兩三天世界覺得台灣不需要他呢 大使 我告訴你 你們講的種種的因素除了斷絕金元以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其實就是中國的因素 這個中國的因素 不是中國要去跟甘比亞建交 是中國跟馬英九施壓 讓馬英九的活路外交變成外交死路 讓馬英九自斷手腳 讓你們外交人員在外交工作上無法施展 慢慢的自斷手腳 慢慢的把我們所有的邦交國一個一個砍斷 緊縮台灣的主權 緊縮台灣的外交啊 這是你們外交人員現在所面臨最大的處境啊 我想也是你們外交人員最有苦難掩的地方啊 我們出訪都知道外交工作很難推動 你要在這麼多國家裡面 包括面對中國這麼強大的外交威脅裡面 我們都體諒外交人員的辛苦啊 但是如果我們的領導者 是用這種方式在推展外交工作的話 難怪你們做得要死啊 你說你全年無休 可是你現在換的是什麼 你現在的封號叫做斷交大使 現在所有的人等著看外交部怎麼對你懲處 大使 你自己覺得你該不該受到懲處 我想外交部會針對 針對這個過程當中還在繼續做檢視 部裡面也會開會 外交部還要再做什麼解釋 來部長我是不是請一下部長 委員好 部長 大使覺得他很認真去維繫這個外交工作 那你覺得但是在他任內 跟甘比亞斷交了 照程序講這個大使是要被懲處的 你們外交部是不是會做這樣的工作 會做這樣的懲處動作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外交部整體的評估 我們認為陳大使在整個工作方面 事實上是有盡了他的力 但是我們也認為說 他在甲梅總統做這個決定之前 他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警覺性 也沒有掌握住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們覺得這個地方還是需要我們來做一個檢討 另外剛才委員特別提到活路外交的部分 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真的活路外交還是我們推動外交工作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活路外交能夠讓我們 跟22個邦交國能夠繼續的鞏固邦交 另外我們希望能夠在國際上有所作為 你的活路外交 馬英九的活路外交 你們覺得如果這樣還能夠繼續跟邦交國鞏固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們從一路到現在 一直在講甲梅多不好 這是一個個案 台灣跟甲梅建交不是今天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過去18年來難道你們不懂甲梅的個性嗎 過去18年來 為什麼你們一直拼命不斷地稱讚甲梅 現在人家跟我們斷交了以後 你們就把人家講得這麼難堪呢 沒有我認為這是甲梅個人的一個形式風格 其實我個人並沒有說對甲梅有多大的批評 可是這是他的一個形式風格 你們所有的檢討報告裡面都是這樣寫 這是他的一個專斷的做法 這個是一個事實 因為甲比亞是一人治國 這個情形大家都知道 我們覺得更加詭異的地方就是說 抬甲斷交 馬英九只有輕描淡寫 認為他的活路外交還是可行 這個不符合一般的常態啊 為什麼也是我懷疑 中國因素介入 中國是去施壓馬英九 讓馬英九慢慢的自斷手腳 讓你們的外交工作無法進展 真的是很謂的活路外交啊 這樣的一個看法其實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們也是從各方面的跡象來了解 就是到底有沒有中國大陸因素的介入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結論 所做的推斷是確實沒有 因為從甲比亞方面也了解這樣的一個訊息 當然甲梅方面有提到說 他整個基於他國家戰略的因素 那這是甲梅個人在想的 那戰略的因素可能包括的範圍很廣 可能他有一些憧憬或者有一些對未來的規劃 可是這個是屬於甲梅總統個人的做法 我覺得不能就甲比亞這個個案 認為有中國大陸因素的介入 我覺得我講的這是一個事實 部長如果你覺得 本席剛剛的推論是錯誤的 我想再進一步請教你 今天大家也很關注這個 所謂的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問題 我知道外交部應該上個禮拜六 也有去參與國安會議的舉辦嘛 請問你馬英九總統有沒有下令你們外交部 要對國際發聲 要對國際強調台灣的主權範圍 台灣的領空範圍 對於中國強勢 把釣魚台劃入 他的東亞防空識別區裡面 提出嚴重的抗議 有沒有要求你們外交部做這件事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國安會的聲明其實非常的明確 你們國安會的聲明軟趴趴啊 我看不到任何一項強力的要求啊 部長 對 站在外交部的立場 站在對國際發聲的立場 我們的主權已經遭受到侵犯 外交部應該有這個權力 要向國際發聲 有我們事實上已經 昨天跟前面都已經在進行 我們對美日也好 對國際文權都有在做 外交部有沒有發一個新聞稿 或者是有沒有大肆召開記者會 你看到今天各大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 對於東海這個防空識別區 美國、日本 都強烈的去跟中國抗議啊 結果呢 台灣是怎麼樣 軟趴趴的一個新聞稿 外交部有沒有可能 今天立刻召開國際記者會 向全國 向全球來宣布 台灣的主權範圍、領空範圍 是不容中國侵犯的 我們的領空範圍 當然絕對不可能容許中國大陸侵犯 我想國防部這個部分 也會做必要的處置 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領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們本身的 這個防空識別區也沒有問題 部長我要問你是說 你們有沒有這個計畫 召開這樣的一個國際記者會 向國際發聲 我們會把我們相關的立場 對國際說明 對外說明 那就完全證明了 剛剛本席所有的論述 我們在外交 由馬英九來自斷手腳 我們的主權緊縮 我們連自己的領空範圍 都不敢大聲的向國際 來宣稱 那你們如何去做外交呢 我們這個聲明稿 我們事實上都已經透過 各方面的管道向國際發聲 我們也跟美國、日本也都做了聯繫 我們在哪裡 不敢外交部的聲明稿在哪裡 我們因為牽涉到 這個國防部 內政部 陸委會跟我們 所以事實上我們已經在做 可是這個因為牽涉到各相關的部會 所以大家是有一些分工 所以外交部的工作 主要是對國際 另外還有對美日 我們要做必要的聯繫 你們做了沒 跟美日做了必要的聯繫沒 這個必要的聯繫 工作是什麼 是不是能夠提供給本席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資訊 我們可以給委員參考 沒有問題 好 謝謝